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 今天我们是继续在看《使徒行传》的第18章的后面和第19章的前面一段 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景象是有在聚会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一样 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他们那个时候的条件 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家庭里面在聚会 很多的家庭教会 在其中一次聚会的当中 有两个人就听到了讲员的一些信息 他们就觉得好像哪里有点点不对劲 所以他们就私下里面接他们回家 不知道是喝茶还是喝咖啡还是吃饭还是怎么样 就是接待这个讲员叫亚伯罗 就到他们家里面去 竟然把神的道向他们讲解更加的详细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从这一段当中能看到 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 我们怎么样自己把神的道能够了解得更详细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怎么可以把它讲解得更详细 所以感谢神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在神的道面前可以自己理解得更详细 并且也可以讲解得更详细 那神的道当然有很多 神的真道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 所以保罗常常讲说我不用高言大志 不讲很多其他的 我专讲耶稣基督病他定十字架 所以神的道归根结底 可以是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拯救我们 这是神的道 但神的道当中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 衍生出来很多内容 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之后 彼此怎么相待 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 怎么样体现出这个救恩来 这个救恩怎么样拯救了我们 怎么样恩待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 去恩待别人 那用什么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 其中一个方式是洗礼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道当中 有一个很多的方面 我们需要去更加详细了解的 其中一个洗礼 一个洗礼呢 这里面讲到约翰 施洗约翰的洗礼呢 和圣灵的洗礼 所以呢 在这一段当中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 他从一开始呢 他就讲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 以及圣灵的区别和那个顺序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有一个开始了 在这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了 其实我们教会也是一年 基本上一年会有两次的洗礼 会有两次洗礼 我们最近的一次洗礼呢 是在这个 大概两个月之前 我们有两个小年轻 弟兄姐妹 Alice和Thomas 在这里受洗 非常的高兴 就是在那个外面的草坪上面 是别开身边的一次洗礼 在更早之前呢 是大概 两年半以前 我自己的女儿 在河里面受洗 河里面受洗呢 你看他这个受洗的时候 这个从水里面出来 头发都湿淋淋的 在这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们在这个 好多次洗礼当中 我们都会说 奉谁的名洗礼呢 我们说基于你 某某弟兄或者姐妹 在众人和神面前的见证 你这样已经承认了 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和你生命的主 我们基于你的见证呢 就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给你施洗 对不对 可是当时呢 施洗约翰在给众人施洗的时候 呼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他们也都悔改了 那么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 这个景象是什么呢 连耶稣基督也到他面前去 说要请他给他施洗 那施洗约翰就大惑不解了 说你的地位比我更高啊 应该你给我施洗才对 那我怎么给你施洗呢 那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我们就尽诸般的义 你就暂且许我 因为我这样做呢 是尽诸般的义 那么就施洗约翰 当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就给他施洗了 施洗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了一个景象 景象是什么呢 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 由此呢 他就认出来 这一位就是神猜他要等候的那一位 神猜他要传扬的那一位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洗礼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有水的洗礼 施洗约翰曾经讲了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那么在我后面来的那位呢 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 这个场景就出现在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就是说在不同的受众当中 他们也许对这个神的道 对真理的教导呢 中间有一些的困惑 究竟什么是水的洗礼 什么是圣灵的洗礼 感谢主啊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场景当中呢 出现了几个人物 这几个人物呢 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 所碰到的 首先碰到的 后来呢 到第三次的旅行宣教当中 他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 那这个最开始的两个人物呢 是亚居拉和百吉拉 这一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 他们最开始见到的时候呢 是在格林多 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 大概是主后49到52年 有的解经学家说是50到52 52三年的样子 那在于他怎么定论 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间 耶路撒冷会议时间之后 如果是49或者是50年之后呢 保罗很快就开始了 他的第二次旅行宣教 那么他在格林多 在雅典这一带的时候 就是这里面所谓的亚盖亚 这个地区的时候呢 他就碰到了那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呢 他们是生在本都的 也就是罗马的地方 他们是罗马人 但是呢在主后49年的时候 在主后49年的时候 就离开了罗马 为什么离开罗马呢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克劳丘呢 就命运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所以他们是受到了一定的驱逐 所以他们必须离开罗马 离开罗马之后呢 他们就到了这个格林多 在这个时候 大概是50或者51年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年 但是肯定是49年之后的 某一个时间 就碰到了保罗 保罗呢就在那个时候 跟他们认识 也就成了很好的同工 到了第二次旅行宣教 快要离开的时候 保罗自己要去这个叙利亚 然后这个父亲两个呢 亚居拉和百吉拉呢 就说我们也一起去 那就跟着他一起去 一起去呢 边走边传 这是保罗的一个特点 他在传福音之后呢 就常常去兼顾那边的门徒 所以他一边传福音 一边兼顾以前所 以前所就是带的门徒 那么在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保罗他继续往前走 就要回到这个 就要到叙利亚 然后呢 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边去 可是那个时候呢 就把他们父亲两个 就留在以赋所了 所以他们父亲两个呢 就从罗马到了哥林多 然后呢 到了以赋所 到以赋所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在这里继续服侍 这个时候呢 保罗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很快他又在进行他的第三次旅行宣教 就是在这个时间 就是在大概是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父亲两个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父亲两个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看到亚波罗在讲道的时候呢 非常的热心 讲得很好 圣经对亚波罗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 甚至在另外一卷书里面呢 都曾经讲到 就是说在哥林多的教会 因为亚波罗后来去了哥林多 去了亚盖亚那一带 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 甚至有人呢 非常的推崇几个人 甚至他们都分门别派的 分门别派当然是坏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亚波罗呢 在那个教会里面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他们为哪几个人分门别派呢 就是为亚波罗 彼得和保罗 所以你可以想见亚波罗的口才 他个人的魅力 以及他的领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这样一个领袖 这样一个领袖在讲道的时候 亚居拉和百吉拉夫亲两个一听 觉得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劲 当然这两个 弟兄姐妹呢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成熟 他们就把他接到家里面来 就跟他再详细地讲起 讲到什么呢 就讲到这个 施许约翰所施行的洗礼 是悔改的洗礼 然而呢 那个是要指向耶稣基督 所带来的洗礼 所以他就把这一方面的道理 向他详细地讲起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各自的背景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解 为什么夫妻两个会有这样坚定的 准确的一个讲解 而亚伯罗呢 在当时却还没有 他们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亚居拉和百吉拉 他们是在主后49年的那个时候 就是格老丢下了命令之后 在那个时候离开罗马 也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时间 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自己罗马的家乡里面 他生在本都的 然后呢 也是长在罗马的整个帝国里面 那福音传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看到 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的话 在福音有几次的大推进 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 第九 第十章的里面 就讲到三次的大推进 有三个不同的代表的人物 第八章的时候呢 是菲利一个代表 推进到撒玛利亚人 当中呢 也有一个插曲 就是有一个外地来的 埃塞俄比亚的人呢 也碰到了菲利 也有这样的一个插曲 那第九章呢 当然是保罗悔改了 要去传福音 第十章呢 是彼得向这个歌音流 去传福音 这三个很典型的事件呢 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 可是还有很多的事情 没有记载 罗马 当时保罗从来没有去过 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 其他的使徒去过罗马 当时 那四十九年之前 很显然父亲两个 就已经信主了 他们是怎么信主的呢 你当然会有很多的猜测 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很显然就是别人到罗马 去传福音给他们听的 那谁去的呢 那我们知道第八章的时候 埃塞俄比亚那个官员 他后来就回到埃塞俄比亚去 那福音就很有可能是他传回去的 那戈尼流 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 百夫长呢 相当于是住外的军团当中 他住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很多罗马公民在那里 他是其中一个 他是当时的百夫长 圣经里面记载 他是一个敬虔的人 但是呢 他不晓得神的真道 他非常清楚有一个神 有一个圣灵 有一个圣民 有一个公义 有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是谁呢 他不知道 直到彼得了向他传讲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十多年的时间 有像戈尼流这样的人 也许他们要中间休息 要回家探亲的 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回罗马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罗马人的 不一定是戈尼流回去 有其他的罗马人 在盖撒利亚 在耶路撒利亚那个地方信主之后 他们就回到了自己的本乡 我们比较合理的想象 就是这福星两个 就是在这样一个 就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海归 对不对 是他们的海归 不知道是叫海归 还是叫什么归 就是归回到罗马 之后呢 他们就听闻了这样的一个福音 所以他们就打下了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的期间 主后三十几年到主后四十九年 这个期间 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使徒行传不光是使徒的行传 我们有一种另外的翻译是圣灵行传 你就知道圣灵在大大的做工 所以感谢主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工作 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 神还有很多那些默默无闻的那些工作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神在悄悄地做 神在轻轻地听我们的祷告 神在悄悄地做每一个工作 当我们仔细用信心的眼睛去查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神的工作实在是伟大 超过了 记载了这些 所以约翰在某一处讲到 他说 若是把耶稣所行的事 全部记下来的话 这个世界都装目下了 我只是选择性地记了一些 让你们抓住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让你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迎着信着祂 就可以得永生 所以感谢主 我们看到亚居拉和白基拉 这个夫妻两个呢 是在这一段的时间 他们通过某一种渠道 他们了解了神的道 他们很好地研究了神的话 他们听了别人的教导 他们扎根在他们的心里 感谢主 这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道呢 就把亚伯罗呢 就请到家里面来 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请到家里面 跟他继续详细地讲解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在这个 这个 地后面的这一章节里面就讲到 保罗的下一次旅行宣教就开始 好 那么请到他来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夫妻两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们是不是常常请人到家里面来呢 是的 圣经里面是这么记载的 他们常常请人到家里面来 有不同的目的 有请到家里面来 有教会聚会的目的 也有教导人的聚力 也有目的 可能也有和解的目的 可能也有敬拜大家一起拨饼团齐的目的 他们常常这么做的 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哥林多前后书 是保罗在 以弗所的时候 是在第三次旅行宣教 在以弗所待了两三年的期间 所写的书信 同时 后来他也写了罗马书 所以在 54到57年的 这个期间 这个三年的期间 稍早一点的期间 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 那个时候 亚居拉和百基拉 是与他们在一起 所以他说 保罗我向你们问安 而且与我同在的 这些同工也向你们问安 这个同工有谁呢 就是有亚居拉和百基拉 并且在他们家的教会 也就是说 亚居拉和百基拉 是在自己家里面接待人的 是常常接待人的 常常聚会的 常常奉献给神的 这样一个家庭 这样一对夫妻 感谢主 这是这对美好的夫妻 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非常感谢神了 皮特弟兄给我们讲到 说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今天看看 百基拉和亚居拉 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跟但以理 是不是非常相像呢 那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人呢 但以理是一个读经的人 也是读经很用心的人 而且呢 是读经很用心 并且要听到之后 还行到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 亚居拉和百基拉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人 当我想到自己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来 当皮特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他在教导我们 或者说教导我 或者说教导我们大家的时候 那我也想到在其他的场合 有时候我跟皮特和Sara 到他们家里面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场合 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我就看到 这对夫妻 也是常常在教导人的 也是常常在关心人的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这一次我们虽然是听 没有见面 但只是在网上听到 听到他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有本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些教导 但是想起在这个疫情之前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也是有机会 被接到家里面去 这样一对的夫妻 亚居拉和百基拉 也是这样一对的夫妻 神大大的祝福他们 神要使用他们 去祝福更多人 那我们再看看 亚居拉和百基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他们的这个灵命的成长 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怎样成长的呢 他怎么会 这么清楚地认识到 耶稣基督并且圣灵的工作 他怎么样清楚地知道 施洗约翰是来预表耶稣的呢 他怎么样有这样的把握 去把这个名讲员拿过来 要给他归正 要给他一点点的 讲解的更加的详细和准确呢 这是跟着 这是跟他平时的操练是离不开的 我们看看他平时是怎样 我们刚才初六地看了一下 这个他的行走的路径 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路径 他们最开始 是信主了之后 在那个三十几年到四十几年当中 这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信主 但是信主之后的 他们那些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带着 就是这个父亲两个 从意大利来到哥林多的时候 是同 就是在那里 因为他们边织帐篷边做工 包括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们是带着使命搬家的 随走 随传 后来保罗有在一个宣教的团队 他们就踊跃报名 保罗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们跟你一起去 他是伴着团队服侍的 并且呢 他是很谦卑地寻求指教 为什么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其实这个团队的带领人 很显然是保罗 还有其他的一些带领人 保罗 我们也很 就从其他场合 我们也知道 提摩泰和希拉和路加 也就是使徒行专的作者 这些都是这个团队的成员 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呢 保罗是很明显的领袖 那么呢 这个行程怎么样的决定 他们怎么样共同领受神的意向 下一步到哪里去 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 可以看到 百基拉和亚居拉 是非常的谦卑的 就是跟着这个团队 一起来服侍 一起来提建议 那么当他到叙利亚去的时候 就到叙利亚去 后来呢 保罗可能领受了 其他的一些计划 说我们不要一起过去了 你们就留在以赴索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顺从 这个圣灵和这个团队的带领 所以他们是随时寻求指教的 他也跟着圣灵引导 造就别人 当他们在听到的时候 圣灵就指教他们 有哪些东西需要更加的详细 更加准确的解释 他们就本着 用爱心造就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来教导别人 而且教导别人的是 使用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 他们读的 当然大部分就是 就约的原则 对不对 新约可能也读过一些 那时候新约很多书还没有写成 但他们主要读的圣经 是旧约 旧约里面也有原则是什么呢 原则就是 你要去指教别人 比如说你要指教智慧人 智慧人就赞扬你 智慧人就更加有智慧 但是不要指教泄满人 免得泄满人要恨你 那这些都是旧约里面的教导 那到新约里面的时候 它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说新约里面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就是说当有人犯错 或者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呢 你要私下里把他找来 指出他的错误来 如果他听 你就得着了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他不听 你就找一两个建成人跟你同去 那么他正是本着这样圣经的原则 他看到亚伯罗在地方有一些偏差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他就走第一步 也是最有爱心 最有保护的第一步 他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面来 是私下里面来告诉他 至于亚伯罗和后来的《使徒行传》的作者 路加 为什么决定把这一段话全部写出来是公开的呢 这就不但是私下了 对不对 第一次的更正 第一次的这样的纠正 是私下场合进行的 这是完全符合圣经的 但是亚伯罗可能觉得 这样是很有爱心的 我得到了造就 这是神美好的一个见证 我决定把它公开出来 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被纠正过 那我们也不可知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 路加是怎么样决定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在这件事情当中 亚伯罗得到了温柔有爱心的对待 他整个被改变了 他就是长进了 他的灵命也成长了 他也因此而感谢神 赞美神 所以感谢神 就是因为白基拉和亚伯罗 这样一对美好的见证的一个夫妻 就造就了人 造就了亚伯罗之后 亚伯罗就造就更多的人 因为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想要去哪里啊 他要去雅盖亚那带地方 就是哥林多和雅典那带的地方 那弟兄们一看 觉得这个是个好事情 你过去那边去兼顾门徒 到那边去继续传福音 我们要给你写推荐信 写推荐信怎么说呢 说这位弟兄是在主的道里面 是受了教导的 现在是有信仰正确的 请你们接待他 这样子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 整个教会就这样发展 这样兼顾起来 感谢主 那么接着刚才来看 我们看到 百吉拉和亚吉拉这对夫妻 有那样的特点 他们有团队合作的特点 有顺服圣灵的特点 他们还有这些的特点 他们什么特点呢 保罗怎么写他们的呢 保罗说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 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当然 也包括这些外邦的众教会 是什么呢 就是指到这个以弗所和哥林多的 这些地方的人 这个时候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已经回到罗马去了 你看看这个顺序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案 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 现在呢 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这对夫妻是跟保罗在一起 在以弗所的时候写信 所以跟保罗一起来问 哥林多教会的人安 大概两三年之后 不超过三年 大概两年之后 这对夫妻回到罗马 保罗写信 问安 罗马教会的时候说 问亲爱的这对夫妻安 并且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所以你看到 这对夫妻是领着家庭成长 在各地都建立教会了 他在罗马的时候自己灵命成长 我相信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家里面的教会 然后他们到哥林多 他们到以弗所 无论在哪里 教会都在他们家里聚会了 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 又是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场景 在现在这个场景当中 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况 以及中国或者其他一些情况 现在很明显我们受到的逼迫是越来越多的 也许 这个就是我们不久的将来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各地兄姐妹家中 有教会 那我们的弟兄姐妹 预备好了 我们有没有顺着圣灵带领 我们有没有伴着团队去服事 我们有没有制着生命去奉献 我们有没有带着家庭来成长 在一家当中 接待家庭是很难的一个服事 因为这是必须是家庭夫妻 整个家庭同心合意的一个服事 有很多的其他的服事 也许可以单独去做 打一个电话去关心人 去安慰人 帮别人去买东西 或者是开车带他 或者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夫妻两个 一个出去服事 另外一个呢 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或者甚至 另外一个 有时候都甚至不一定在支持 有的呢 也偷偷地去做 那我们不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 那我只说有这样的现象 有的我们教会里面 还有其他的 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当中 有的在某一些服事场合当中 夫妻两个 只要一个出去服事 可能就可以 甚至连奉献金钱的时候 有的时候 配偶的可能都还不知道他奉献 不过呢 我听到有一个牧师开玩笑 说当你圣灵感动你要奉献 你的另外一遍 可能不太同意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奉献 为什么呢 他说是有圣经的基础的 他说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 曾经讲到说 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做的事情 当然他是开玩笑的 我们希望大家在各样的服事当中 都很好的祷告 希望大家都是夫妻同心合一的 来做事情 无论是奉献的 还是帮助的 还是安慰的 还是打电话的 还是开放家庭 还是接待的 都是要这样去做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当你提到接待别人 在家庭里面开放 接待别人的时候 这个必须是 父亲两个同心做的事情 因为别人来到你的家中 你有清洁的工作 有刀带的工作 有预备的工作 如果父亲两个不同心的话 有一个坚持要做 别人很快就看出来的 就算有一个人坚持 再一次要开放家庭 要接待别人的话 那个客人可能都不好意思再来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单单从他家里面 常常有聚会 常常有教会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 这父亲两个是非常同心地 来合作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 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个道 向这个名讲员 讲得更加的清楚 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是一对读经的夫妻 是一对读经很用心的夫妻 并且他们是不光听道 而且是行道的夫妻 并且他们是一对 读经是谦卑寻求指教的夫妻 而且可以谦卑指教别人读经的夫妻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对的楷模 为什么我们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为什么说他寻求指教呢 因为我们前面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有一个人在车上读书的时候 这个菲利就有圣灵的感动 就去问他 说你读的你知道吗 那个人说 没有人指教我 先生没有人指教我 我怎么可以知道 保罗后来也讲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人去讲道给你听 没有人指教给你听 你怎么能够长进呢 所以我们很深切地看到 亚居拉和百基拉 他们是寻求指教的 这个从他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 以及他们在以夫所在哥林多 接受这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可以看到 看得到他们是寻求指教的一对夫妻 并且他们不光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祝福 他们也把这样的祝福愿意去给别人 他愿意去指教别人读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今天你和我 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读经的人 并且读经很用心的人 并且读经听道之后还行道的人 像亚居拉和百基拉一样 他们把这个温柔怜怜怜怜怜怜怜远人 把这个奉献生命奉献才干 奉献金钱的这样的一个 他所听到的道 能够独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并且我们可以成为寻求指教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指教 以及神所使用的我们周边的人 给我们的指教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得了这样的指教 就可以更加谦卑地去指教别人来读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受了这样的激励 我们可以成为神里所重用的人 我们在这个激励之下 我们可以更多地来钻研你的话 知道耶稣基督从创世以前 就被预言 就被预表 在时间的时候 就显现在历史当中 道成了肉身 丰丰满满满的 有真理 有恩典 来在我们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 是这样被预示 被显现 被生 并且将要被赞扬 被相信 感谢主 当我们看到 神的道 是这样 通过别人 指教到我们心中来的时候 我们就满心地感谢 因为我们得了这个道 我们听到这个道之后 我们就信了这个道 我们就因着这个福音 就得了永生 但是求主使这个永生 不要停留在我们的地方 求主使这个成为一个 活水的江河 能够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 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 当我们受了指教之后 我们可以去指教别人 求主帮助我们 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 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 能够像百吉拉和亚居拉这样 能够开放自己的家庭 能够敞开自己的生命 能够为主所用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这样祝福的人 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人民 Amen